哈喽啊 有蛮久时间没录视频了 今天修个啥呢 一个显卡 是一张惠普品牌机上面的一个RTX显卡 什么型号呢 上面也没标 咱们上机来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可以点亮 点亮是没问题的 OK也可以看到华硕的logo 甚至呢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驱动也都装上了 来跑个卢大师看看 刚开始呢一切都很正常可以跑起来 但是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开始闪白屏 这张屏幕不停的来回抖动也没有画面 过了一会他就会退出去 然后得出一个跑分 还好还有35万分 这是一张2080显卡 正常跑分应该没这么低 咱们继续来多跑几次看看 第一次坚持的时间久一点 他大概跑了半分钟才开始闪白屏 第二次呢也就5秒就开始闪了 指定是哪里出了点问题 但是系统还没有崩 依旧可以得出跑分 现在呢只有20多万了 你说咱们要是再测一次看看呢 这次直接黑屏了 不闪白屏了 哦还是会闪的 也是一样坚持不到5秒钟 立马开始出问题 跑分也是只有20来万出头 刚刚我用GPU Z看了一下 它是美光的颗粒 可能现在修的人很少了 你要找个两年的话 美光的通病颗粒 那是相当离谱啊 普通的显存测试可以PASS 也正常 它毕竟驱动都可以装上 肯定跑测试没问题 来一个显存超频测试看看 这该不会也是18年的美光通病颗粒吧 大哥咱这都2024了呀 卧槽 582爆错 582一般都是核心爆错呀 嗯不太像不太像 再多测几次看一看 像这种美光的通病颗粒啊 它出了问题也不是完全坏了 就是单纯的体质变差 也有可能导致核心爆错 我们可以通过光通道的方式来测一测 就是针对显存的每个通道 挨个分别测试 比如说我们现在测的就是A通道和B通道 CD呢就算是已经关掉了 在AB两个通道开启的情况下 再来测一下显存的超频测试 也就20系列的美光通病 才值得这样子大费周章的去测试 AB通道测试可以pass 那咱们来测CD吧 每个通道都有分别其对应的16禁止符 修改的话就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现在轮到CD测试了 这个关通道只是在测试系统里面关 只是暂时的关闭 一重启它就恢复了 哎有报错了 194报错 这是我心心念念的Bet memory报错 美光颗粒看到这个报错那就稳了 看一下测试结果 是C还是D呢 再往上拉一拉 看到了是C1显存 C1显存报了一个不良 那么刚刚这一套测试的小连招呢 我们就已经锁定了故障显存的位置 像前两年这个通病刚刚爆出来的时候 为了找这种测试方法 那真是伤透了脑筋啊 打开来看看吧 估计也是修了好几次了吧 如果是18P吃美光通病的话 哎 这个城市还蛮好的嘞 看一下显存 确实是8开头的美光颗粒 当时8个显存全部原装 一个换过的都没有 大哥 18年的卡 用到现在 还是这种很容易坏的显存 现在居然才坏 牛批 估计平常也很少用吧 莫非是库存的 最近才拿出来用 这个是微星代工的卡 众所周知 微星的20系列卡 它背面这些电阻 很容易被导热电出油 而腐蚀 导致组织变化 但是我刚测了一下 组织都OK 那直接对显存下手吧 它是C通道一个显存报处 稳妥起见 我把C通道两个显存给一起干掉 这都是这几年得来的经验了 因为它一组显存都是一起干活的 像这种体质本来就比较差 一个不行了 另外一个估计也不咋地 先把两个显存取下来 拆显存还是比较简单的 温度够了 吸球一融化就可以夹下来了 然后就是清理焊盘 用吸衣线将焊盘给脱平整 我似乎好像好久没有录过这种 幻显存的视频了 要不是放假 这种卡都轮不到我来修 然后将焊盘上面残留的焊油给 擦干净 早两年我倒是录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啊 那会儿坏的也多 那会儿正是修显卡的黄金时期 然后找两颗新披尺的美光颗粒换上去 只要不是1819披尺的都还好了 20以后的都没有这种缺陷了 两个显存已经全部焊接到位 不放心的话可以轻轻的点一点 它会自己弹回来哟 换掉了C组显存 我们给它装起来测试看看 首先还是来跑一跑显存的超频测试 哎我操 又来 又开始乱码报错了 没事 我有心理准备 我又测了半天 又逼出来一个bad memory报错 看一下测试结果 哎现在轮到了 第一 轮到第一通道了 因为像这种显存 它在高温下故障就比较明显 刚刚换显存的时候加热到了 所以有暗病的显存 全部都逼出来了 OK 地主两个显存 我也都换掉了 现在呢 跑完整通道的显存 测试可以push 超频测试也没问题了 那咱们可以进入 Windows系统看看 像这种一般换两次 就可以了 第一次呢 找到明显故障的显存 然后换显存的时候 整版加热 又把有暗病的显存 给逼出来换掉 现在跑分就OK了嘛 可以跑40多万 这才是2080的真实水平啊 跑分的过程中也不会再散白平了 这些呢 就是美光的18P之DDR6 显存颗粒的通病故障表现了 后续呢各方面的测试也都OK 也没再掉链子了 我以为这种卡现在是很少了 但是我没想到这位老兄居然给我送来了两张啊 两张都是没有拆修过的 唇一手自用18P之美光颗粒 故障的也都一样 拆开 换两组显存 回来后 去看 我们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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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